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在這裏想回應一下 其實我和Coffee 林千語 我們一起了很多年 我們是地下情的關係 我們是長期泡友 相信大家都很明白 大家男女都有需要的 Coffee 她老公給不到她想要的東西 滿足不到她 那時其實Coffee 她都比較迷戀 我們經常都會私底下約出來 我們通常都會去一些便宜家的酒店 例如尖沙咀 八階酒店 我們就玩一晚 大家去開心 我不覺得是甚麼 希望你們可以給我一些空間和Coffee 我不相信你們這些人沒有泡友 或者冒虐過泡 哪怕我和Coffee 我們是藝人也好 怎樣都好 其實Coffee 她老公都知道 後來有一次都被她老公發現了 我們之間的東西 但是她老公都是很明白事理的 她都是跟Coffee說 所以說你玩玩玩 你和馬車搞還搞都好 這些東西不可以浮上面 而且你玩玩玩 你懂得回家就行了 懂得回家 找小朋友就行了 我覺得她老公OK 起碼都會是 思想是比較通情達理的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Coffee 她教瑜伽 Coffee的技術是很好的 無論是在床上 那方面 招式 例如吹丹含奶珠 摩寧 那些 她是非常純熟的 看得出她 我不知道她以前是否有 做過一些不是很正經的行業 或者是做過那些事情 但是她是比一般的女生 一般的港女是純熟很多 那也是會令我們有一個冰火兩重天的感覺 是很快就會一起去到那個高潮 或者我和她之間是 我覺得是水雨交融 翻雲覆雨 共父無生的感覺 那是這麼多年 我身邊有這麼多女生 出出感轉 亦都試過這麼多女生 但是她是比我最愉快的 一個 真的會很愉快 那一晚會很享受 就是她 那也是多些咖啡 我們其實現在最主要 可能通常我們都是星期五六晚 我們一個星期約一次出來 那開房的錢當然是我給回來 那是男生來的嘛 那當然要有風度 那我覺得 希望大家都會祝福 我和咖啡這段 即是地下炮友的關係 也都希望 其實現在我覺得 大家的思想都應該要去進步開放 即是炮友不是什麼 那至於為什麼我 到這幾天會公開這段 因為覺得 都是時候和大家可以去 因為很多人問我 究竟我和咖啡什麼關係 有些人就說我們生得慈養 我和她就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 我和她是炮友關係 我們是一個叫做靈魂 和肉體結合的關係 可能也都存在愛 那只不過在名分上 我們不會是老公 即是兩夫妻 我們都不追求這些東西 總之咖啡有個老公 可以給到她 基本的生活費 或者基本的生活 即是表面上可以很體面 做一個人妻 即是淫戰人妻也好 也好 無所謂 總之我們私底下 我們自己開心就可以了 其實就是這樣 人最重要是活得自在 自己開心 那 鬼叫她老公滿足不了她嗎 也都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咖啡臨千語 不要說她 很多人在這裡說她 死臭雞 吃屎狗 不守苦道 渣女 淫妻 即是你們這樣 很攻擊人 很侮辱人 是非常之有問題 我流馬車這一身人 我最討厭 最討厭的是 一些不尊重女性的人 你不尊重人 我也很討厭你 你不尊重男性 我也很討厭你 但你不尊重女性 是絕對不可以容忍 我不能夠再聽到 我容忍不了你們 說咖啡的壞話 說我炮友的壞話 好嗎 希望你給我一些空間 我和咖啡 真的 真的 不要那麼過分 不要逼我 你那些食屎 救你那些 喜歡吃花生的網友 給我一些空間 和咖啡 給我一些空間 希望你們 你們不尊重我 不要緊 但希望你們尊重自己 尊重女性 是很重要 為甚麼 我這麼討厭 加聰 霍哥 六豪子 這班死糟糕吃屎狗 因為他們不尊重女性 一個這麼好的女性 阿貞 就這樣被他們逼死了 但人家要用自殺 去了結自己的生命 生前是受過甚麼欺凌 或者受過他們 精神的折磨 藥袋 或者肉體上折磨 你們想想到 是不是 我和咖啡 反正我們每一次 我們都是 我們藥炮還藥炮 但是我們之間 不會是會說 我們仍然 雙方面 我們都很尊重對方 是的 雖然已經是多年的炮友 但我們仍然很尊重對方 每一次事前 我們都會幫對方洗澡 完了之後 我們都會再幫對方洗澡 那是 是的 一個很健康 很純潔 很正面的炮友關係 希望你們不要再亂說話 去騷擾攻擊 抵毀我 和咖啡不遷遇 我都最後會回應這條片 是的 咖啡你們說 他鬥雞也好 人家大可愛 可愛 你們不需要 經常攻擊我和咖啡鬥雞 我們有得鬥雞 你們有得鬥雞 你們有得鬥雞 那就收皮吧 吃屎狗 那真是 激鬼死氣 我現在 真是 希望你們真是 尊重回女性 真的 女性是一定要尊重 如果你們不尊重女性 就等於不尊重你們自己老母 因為是你們老母 十月懷胎 千辛萬苦 帶你來到這個世界 這個地球上面 所以你們一定要尊重女性 尊重女性就等於尊重你自己老母 希望你們做一個尊重女性 記住 我流馬車說的 我流馬車是最尊重女性的人 我最看不起不尊重女性的人 是的 所以希望你們 香港人 你們這些低等生物 好自為之 不要這麼過分 不要再在網絡上欺凌我 和Coffee 林千月 和 是的 忍無可忍 我就不能再忍了 是的 由於我長期都承受著這些 網絡欺凌 或者叫做 飽受這些壓力 我自己都很累 我心裡有時候都會很害怕很慌 也會有些崩潰 只是想不開 真的 這樣長期被人去欺凌 攻擊 這些網絡欺凌 你們是不是這麼想我死 是不是 所以我決定了 如果我暫時不拍一段時間的影片 可能Youtube 也好IG也好我退出 我覺得這樣很立頂 我自己很用心地去創作 去做音樂 或者在演藝這方面 或者拍片給大家多些歡樂 但你們就要不斷去攻擊我個人的私生活 或者我的感情狀態 或者我的影片的製作 或者你們不斷攻擊我個人 抵挽我個人 我自己都有家人 我都有身邊的朋友 你們嚴重侵犯到我的空間 希望大家給我多些空間 希望大家互相尊重 記住 你不尊重我等於不尊重你自己 希望你們香港人 你們很反省一下 我自己 我琳瑪車就跟你們說 我就受夠傷害了 這麼多年來 被一些香港人不斷的造質 傷害 這樣在這裡 攻擊我 我覺得都是時候要去 休息一下 不拍片 我想專心自己的 音樂方面 或者什麼都好 你們想看我瘋 看我瘋 就不用自已了 你們繼續慢慢自己喜歡 你們喜歡吃屎 奶腳趾 你們自己去搞 不要再在這裡搞我 我需要自己去沉澱一下 洗滴一下自己的心靈 無論我精神和肉體 上近期都受到極大的傷害 所以 真的很多人 很多朋友都仍然想看馬車的片 但不好意思 我需要暫時去暫停一下 所以 就不會再去Youtube 或者IG 發片 真的 真的 好 我都自己很怕 我有一天 會好像Coco 李敏那樣 頂不住 之後我就不知怎樣 我也很怕 好像他這樣 所以 希望你們明白 但也希望你們不要再逼我 好不好